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花生漫画 你聽IG 擺明是Sloppy 你看這個 你看他的腳 不是在IG看Sloppy 你幹什麼 最近生日 有沒有人跟我去Sloppy展打卡 然後又沒有人送生日禮物給我 不用這麼灰心 我前幾天去K11購物藝術館買了Sloppy的擺設 我先拿給你 嘩 很重 好漂亮 知道你生日 我買了這一盒 你實在太好了 我開一開給你看 你真的很快 你真的很想要 這麼快開我的盒 沒有 好 好 首先介紹這個擺設給你看 還有背後的資料 花生漫畫原作者查理舒爾赤 在1950年開始就在報紙上連載 花生漫畫 最高峰時期曾經在全球有2600份報紙上刊登 漫畫中有經典角色查理布朗和史諾比的動人故事 多年來也影響了不少作家、電影工作者、作曲家、畫家和雕塑家 也打動了全球上百萬的讀者 當中有好幾位藝術家也組成了一個國際性企劃 花生漫畫全球藝術家聯盟 還有運用了不同的藝術技巧和色彩 創造出不同風格的花生漫畫卡通人物 適逢2020年是花生漫畫誕生70周年 花生漫畫邀請了七位國際藝術家 其中一位就是安格烈 安格烈這位藝術家有個分身 就是Mr.A 如果大家看到他的擺設 你會看到狗屋伸出來 那個就是Mr.A 你會看到他有個XO的字在臉上 還有一個笑容和禮帽就是Mr.A 剛才提及過的藝術家安格烈 多年來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當代藝術畫廊 展示了他比較個人風格的作品 更以這個圖鴉的藝術講為人知 看回盒本身的設計 其實有一面就是介紹了Mr.A 和安格烈本身的資料和生命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產品 就是香港首次法學高30cm 價值$1,380 另外也有一個大一點的比例 高120cm的限量版 價值$22,800 除了今天我們介紹安格烈這位藝術家 所設計的產品之外 安格烈也有和其他藝術家 分別設計了他們各自的 關於花生漫畫人物的一些 Clossover的產品 也在這個K11購物藝術館裡 也有發售的 它的展覽日期是 今天到6月30日 時間是11點到晚上9點 當然地點是K11的購物藝術館 大家記得去吧 今天講了這麼多 歐文爹帶個盒給我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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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送給我的嗎? 不是給我的女朋友 什麼? 你是誰的女朋友? 不是給我媽媽 什麼? 你們兩個要還一個版 不用跟婷婷精彩的演出 喜不喜歡呢? 所以大家記得 like,subscribe和share 如果可以 還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留言 謝謝 拜拜